记者黄佩军台北报道,0206花莲地震将戒两个月,经济部今天正式公布地震地址调查报告,地调所代理所长曹述中确认米伦断层与花莲地震断层的倾斜面并不一致,米伦断层并非地震主要原因,地调所也表示,此次地震后米伦断层错动,使米伦断层附近抬升,花莲市区相当于长高5公分。 最大铜镇位已出现于花莲市的花莲站,铜镇抬升达5,92公分。 操述中表示,花莲地震主因为板块运动挤压后,菲律宾板块引没到欧崖板块下方正央离米伦,临顶段层位置很接近,但是地调所根据无人机空拍,地表地质及大地变形观测等调查, 证实米伦断层错动并非诱发花莲地震的主要原因。 报告指出,依中央气象局资料,本次地震根据资料解除两个解释段层面,其一是位于地下前处约6公里,呈现近北东走向向西北倾斜约60度,或是由西北溪走向向南倾斜约70度的解释段层面错一所引起震阳位于利物溪口的海域中。 地调所经与该区域的地质构造比对结果,研判本次地震可能为花莲外海板块引没系统之断层错动引起地表上的米伦断层与林顶段层虽有破裂与喷沙现象, 但与本次地震解释段层面积和形貌不同。 在今野外调查与大地观测分析,本次地震的地表变形行为无法单一米伦。 断层诱发本次地震解释,研判米伦断层与林顶段层,并非诱发本次地震的站员断层。 另一方面,花莲市区部分也因本次地震长高达5公分。 由于本次地震后米伦断层被动错动经的调所分析后,GPS连续追踪站所测得较大的铜镇位移分布于花莲市至吉安乡地区。 最大铜镇位移出现于花莲市的花莲站位于米伦断层上盘测,铜镇台升59,2毫米。 而在下盘测的东华大学站也测出铜镇台升量32,6毫米。 而本次地震绝大多数地表破裂均位于的调所发布的米伦断层地质敏感区内地调所表示, 未来会将本次地质调查结果纳入地质敏感区范围修正,未来半年到一年也会重新调查米伦断层附近的地质敏感区, 从地震后破裂面两侧取至少100公尺进行调查并在审定后公告。 而对倒塌建物如统帅反变,云门催堤大楼等若日后要原定重建地调所也表示, 依据相关主管机关规定都需要再重新进行地质调查。 地调所表示,断层地质敏感区非只不能建筑建物, 但需以工程技术补足到合理的耐震强度。 经过继续认证提出报告后,才由主管机关评估是否可以再开发。 本次的调所调查共有15人投入地质调查与大地观测, 投过超过50人日进行调查。